各位嘉宾 各位代表 各位道友 大家下午好 不是五亮 欢迎我们各位逆临 逆福地 毛三 我是今天 第五届 估计道教论坛 新美集二 分论坛的主持人 杨四华 我们这次分论坛的主题是 动天福地 道教与先进毛三 那么 东天福地这个名词 其实源于我们毛三三清派 它其实讲的就是 先进之地 修道之处 风景修美之三川 风景修美 气候宜人 所以毛三是中国道教明三 也是道教的三清派发祥地 是道教的第八冬天 第一福地 可谓是圣进先都 今天的 新美集二的分论坛 我们请到了十位嘉宾 那么下午呢 是分上下两场 每场是五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我们道教界的代表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湖北武汉 常政官的方丈 武城镇道长 第二位呢 是我们港澳台地区的道教界嘉宾 香港道教联合会副主席 香港红城县管主席 叶云金道长 第三位是澳大利亚 道教协会会长 叶美式道长 第四位也是港澳台地区 去世界的嘉宾 澳门大学教授 杨兆桂老师 最后一位呢 是我们道教界的 我们地址代表 清华大学 冬天福地 生意项目组的副主席 陶金道友 我们今天的嘉宾的阵容啊 可谓是叫老中青 三集合 只有五零后的 还有八零后的 只有道教界的 也有学生界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这个嘉宾的发言 第一位是 请我们 叶云金这个主席 叶主席呢 是香港道教联合会的副会长 也是我们刚才红尘仙管的当家 请我们 叶云金会长发言 大家鼓掌 全景的中国江西厂 道教社会 杨诗华 名誉会长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道长 大家上午好 很用心 在第五届的 国际道教论坛 跟大家见面 我是香港道教联合会 叶云军副主席 今天的主题就是 冬天福地 道教与 山都茅山 我用很简单的发表内容 与大家分享 茅山道教历史悠久 渊源流长 西汉的时代 茅西三宋帝 借恩秀道 而得其名 称之为茅山 位于江苏省 长州市 以市的六十公里之外 面积五十多平方公里 非常大 是著名的道教圣地 茅西三宋帝 在茅山 踩入炼丹 继续救命 后人请他们为 茅山道教的祖师 茅山也有九少的 万富贡 元富贡 老子神像 瓦阳洞 仙人洞 仪子等仙籍 茅山中 其道图 不仅从南方 矿展 而且在北方 也有很大的推广 为了弘扬道教 必须如实并进 宣传 推广 IT 科技 这位推动 这首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说理一下 各地 动天福地的历史原格 总结古今 发展情况 及经验 他说 创新的 动天福地的发展 概茅 可入境 挖掘发展的潜力 通往的路径 这是发展创客的产业 推动文化的教育 策划举办道教 文化交流的研讨活动 扩大在海里外的影响力 谢谢 刚才我们一主席是 从这个道 神仙 东天福地 和这个茅山中 这些方面呢 进行了阐述 谢谢我们一主席 今天为我们请出 陶金道友 国际道教论坛的各位道长 老师 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作为一名建筑师 也作为一名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者 我今天想就 动天福地的文化内涵 以及其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 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所谓的动天福地 是指遍布中国及其邻国的 118处系列文化景观 其承载了中国本土的宇宙观念 地理发展 国家理智 生态文明 山居传统 艺术审美 等方面的价值特征 并还衍生出了 一系列其他的文化影响 反映了中国古人 观照自然 保护自然 融入自然 欣赏自然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古老智慧 和传统生活方式 东天福地 本质上 与其他中国传统名山 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但却是人与自然关系 最为典型 也最为系统的代表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动天福地 就是中国古人 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家园 而我们脚下的毛山 正是这一生态观念的 发祥之地 动天福地 现在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 通过了几年的时间的 研究和酝酿 我们现在已经 集合了 我们脚下的 毛山的居容市政府 宁德市政府 等一系列省市政府的支持 我们也即将 将动天福地 加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的申请表 提交给中国国家文物局 好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研究进展 谢谢大家 我想我们来共同努力 把这个 道教的东天福地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项工作 继续向前推进 并最终取得成功 谢谢陶金道友 下面我们请出第三位嘉宾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吴承真道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要做一个文化传承 我们更有责任和礼物 在这个正通人和繁荣昌赤的时代 我们要肩负去 这个弘扬道教的一些责任吧 很清晰的一点 我们看到茅山的轿子 仍然得武 都七日年轻化 拥有高学理 很强的认知能力和文化修养 茅山道教这一方面 为前回我们大家走了一个榜样 也培养人才癫癫了很多的激臭 所以我们道教呢 需要日史至今 道教在中轨华丽 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想我们道教更好的三十料 就是茅山 传统不受救 文化性奴地 茅山的自身风采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丹阳地貌 之庸风光 从而任务秀身的指导 这个文化的根源 道教的文化体系 伍会长刚才的发言呢 他对茅山道教啊 确实也是非常了解 对茅山呢 也是非常有情感 谢谢伍会长 下面我们请出 第四位嘉宾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学者 各位嘉宾 各位道友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就是 钱穆先生 道教研究出探 钱穆先生他在四篇文章里面 他都很高度称赞这个道教精神 认为这个道教精神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一个宝贵的精神财富 以后再研究这个道教的各种方面 就是我们要应该去 突出这个道教的精神 然后还希望就是说能够从这个大历史的角度 来把握这个道教跟其他宗教 道教跟政治跟社会整整的关系 另外就是能够点出这个道教 他的名包物语的可贵精神 希望能够彰显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命脉 下面我们请出了最后一位 我们澳大利亚道教学会的会长 叶美斯会长 我们鼓掌欢迎 这位高道大德 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来自于道教世家 我的父母 我的家人 以及我的姐姐弟弟 我们都是道士 所以和你们是一样 在我们这个道教事业的发展和传承当中 我们年轻人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道教人士啊 是需要一个全面性人才 那么如果是想要去走向世界 看看更远的天空 那我们的语言呢 是肯定是需要也要加强学习 全面性人才 从艺术呀 历史文化呀 等等 站在仙山圣地和澳大利亚 再有一个共同的点 就是有道 有我们的信仰 有我们的文化 有我们这些人 可以传承 无论是在哪里 我们都做着同样的事情 当然还有我们的自然 自然的环境 大家看到了 是一样的美丽和谐 我们也希望道法自然 我们与道合真 这是我们在 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 到底我对我们这嘉宾 还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我想请教一下 陶金老师 道教的这个冬天福地 宋宝文化遗产 目前有哪些 明山公关参与了 请您介绍一下情况 谢谢 我们现在大概是 有七处 有我们的巨龙茅山 有福建的霍铜山 有浙江的仙都山和金华山 然后剩下的几座明山 我们还在跟地方政府 再达成一些合作的协议 所以目前就是 我能够说的 大概是这个四个 但是基本上 我们最后会形成一个 七到八个的 这么样一个系列 因为世界文化遗产 包含了一种 叫做系列遗产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 大运河 还有我们和中亚国家的 丝绸之路 这些呢 就是说 等到一些冬天福地 他们所具备的条件 具足的时候 是可以随时加入到 这个系列遗产的名录之中的 所以前期的几个呢 我们先损一些有代表性的 但是 但是目前这个名单 也没有最后确定 请出我和武当的 集合导长发言 我的名字是 Jake Pinnock 好晚安 我是美国家书 但是我叫武当山 中国 我的家书 从 2010 当我第一次来到 中国 在一位大道的大道 大道的大道 大道 我来说 与你 的承讯 大道文化 和 modern 的观众 它是说 那一旦的一千 远 开始 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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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到的 大道 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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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 武当山 2010 与 与 中文字幕志愿者,中文字幕志愿者, Thank you, everyone. 中文字幕志愿者,中文字幕志愿者, 各位学者,下午好。 此次报告的题目是道教动天福利的例行, 其生态告道。 在学界有人把动天福利比一位道教的生态保护器, 而且是最早的这个生态保护器, 我们采取道教动天福利理论属于英寒的前细思维, 来观照世界时,我们看到的世界处境完全不一样, 从这个道教的动天福利理论可以看出, 这个理论印含着极为深广的生态学的解释空间, 如果经过创造性的前世, 完全可以提供一条来解决我们当今世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一条思路。 谢谢大家。 在南京大学,道教一直是我教学和科研的方向, 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亲眼见证了我们中国道教学术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同时我也亲眼见证了我们江苏茅山道教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茅山上青派其实一直是近百年来我们国际汉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茅山上青派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 所以我这两年看那个茅山志特别两本, 一本是元代的, 一个清代的, 我看的比较多, 一边看我就一边在想, 其实在我们中国道教中间的各种元素, 在我们的茅山志中间都有呈现, 不仅是很全, 而且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而且茅山志中间还有很多歌颂茅山的文学诗歌, 公关建筑, 悲鸣时刻, 以及独特的再教课仪, 我们茅山的早朝课仪, 武朝课仪一直是流传到今天, 这是我们茅山的一个独特的, 甚至于他跟茅山音乐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 我的发言到这儿, 谢谢大家。 下面请说我们最后一位嘉宾, 台湾中华道摇总会的秘书长, 张兆恒道长。 在座的所有的贵宾, 大家下午好, 作为最后一个发言人, 我特别把今天的题目设定在新媒体以及新挑战, 在社群媒体的网络上有越来越多的道教与社会人士参与新媒体工作, 无论抖音也好, 小红书也好, 或者海外常用的YouTube, 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这些东西都有相关内容, 但大部分都是在科普的部分, 但大部分在取材这些的时候, 虽然说大部分的人容易从这边取得很多的材料来源, 但是这个门一旦打开, 你会发现这个大门开了以后, 所造成的就是有大量的材料涌入, 而材料量迅速扩大的情况之下, 第一个就是经典的诠释上面, 有很多的大家在这个网络上讲经典, 但是经典它本身它是否是我们的教义所传达的部分, 那往往我们会看到说它是在阐述经典的时候, 它会用个别的字句来去决定它想要表达的内容, 而这个里面常常忽略着上下文它的一个连贯关系以后, 它往往会产生望闻生意, 或者在整个经典诠释上有所差异, 我想世界道教联合会的成立, 我们都非常兴奋, 我们就期待在我们一个国际性的道教组织, 能够好好的去推动进行推广, 那在基本教义的有效传播里面, 就是宗教得以在民间传承不息的不是法门, 谢谢张秘书长, 今天的四位嘉宾的发言叫各有自重, 各具特色, 精彩分层, 让我们领略了专家道长学者的风采, 平常了一场美味, 口口的这种文化深夜, 谢谢你们, 今天的新北级二分论坛, 到此圆满极数, 谢谢大家, 富士五亮, 在这种文化项目有没有? 那我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